傾傾值,即是在賺錢 就是順宇,昨天也出了業績 多賺5成4,不派中期息 收入可以上升,升5% 無利率也在擴闊 昨天看到股價情況 就是一度早段跌7% 不過收市時大幅收窄跌2% 不過業績也提到 受到智能手機的市場格局變化 以及中端機營的銷量 不是那麼好的影響 所以其中一個業務 就是手機攝帳模組 平均銷售的單價 就較去年同期有一個大幅下跌 抵消了出貨量增加 帶來的收入增長 在這份業績你收不收貨 覺得今天有甚麼反彈 在業績方面,我很涼體 因為在講業績前 你理解現在信譽光學 看到信譽光學近一兩個星期 股價表現特別錯 上落的波幅很大 突然間突然有一枝大陰燭出來 突然又出了一枝很長的下影 好像跌不下的狀況 因為現在的問題 你要先了解信譽光學現在發生了甚麼事 市場人士如何去看股份 大致上組成兩批兩類 當然兩類比較簡單 一批好的 一批膽的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狀況才形成這個局面 你想想一下淡的人提名 淡的人是說出貨量 大家知道剛才7月份的出貨量很差 有一個明顯轉差的狀況 市場擔心 車載鏡頭沒有市場想像中那麼樂觀 無人駕駛 因為其實你知道車載鏡頭為何用很多 一輛車用了六十幾個二十個鏡頭 就是因為無人駕駛 沒有這麼快成熟 所以就說未來的出貨量 自然跨大了 之前說那些新技術 什麼激光雷達 隱形鏡頭 未必這麼快見效 很多的無利率 未來未來會跌下去 是 這就是看淡的人 但有一批仍然是看得很好 原因是7月份出貨量差沒問題 是 銷售旺季明明是8月份、9月份 旺季做好一點就可以了 未來蘋果iPhone 13 有機會納入供應鏡上 昨天也傳說iPhone 13 可能會用前置鏡頭用鏡頭上 有這樣的消息 好的那些其實仍然會繼續看好 那這份業績出來了 其實誰看得對 其實分不到勝負 一個問題就是 看淡的那些 例如高成 看九十多元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報告 他們評論一份業績上 他們都是說 安年比較是很厲害 升了五成幾個盈利 無利率改善很多 但他們看 HOH 即是說下半年和上半年的比較 他們覺得沒有任何改善 意味著什麼 他們說出貨量差 無利率遲早會見頂的因素 其實仍然在 其實你看到業績上的光學 光電 或者光學儀器產品上 的確三樣的無利率都升得很厲害 但在想 其實這一刻 在說疫情之後 很多供應鏈上都處於緊張 任何行業的無利率都在升上去 受惠上你一個低基數效應 以及供應鏈比較緊張的狀況 他們看的狀況就是 當現在疫情慢慢大發生 現在都在全半導體 都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同樣地 那個無利率 未來未來會不會有機會見頂的回落 其實真的還有機會 所以這份業績 我又不敢說 看淡那班人完全是錯了 這樣就已升上去 但看好那班人 當然他們會很拜一份業績 無利率告訴你 可以升上升 告訴你 新技術上會有幫助 最重要是他們衝勁些什麼 他們衝勁8、9月份的出貨量 所以未來 上月光學 我自己看 出現業績之後 可能還是繼續 200至225元 這些位置上落貨會 是 如果上到50天線 即是225元的樓上 是 才會有條件康復 所以有貨的 都建議你繼續保持 到這一刻 你都這樣拿著的話 就繼續搏下去 但如果你是穿上200元的水平 我們建議先走一走 是 因為始終看淡那班人 可能真的是對 是不是真的要去到 下個月的出貨量出力 你才肯認輸 你自己回想 所以你覺得 如果200元穿了 我會建議先走一走 因為始終那間高位 譬如203、204的位置追走 我想你拿到最極端的 250元去追 是 你200元都不投降的話 萬一一些風險因素 看淡那班真的正確的時候 永遠記住 有人有風險因素 但兌現那段時間 估計一定已經是掉下去 你懂得避 做好風險管理 這個是必須的 所以在這一刻 順義光學我覺得就要做好風險管理 以200元作為一個分水嶺 至於你在什麼位置買 你又想想 如果200元只洩 你會上不上 很上的 那就可能逐步減少一點 這些股份 是不是真的完全偏好那一方面 因為現在5050元 那你問我 我是偏去淡那邊 我是高盛那邊 但未去到高盛那麼淡 看到九十多元 但如果穿200元 我覺得會有調整空間 所以你講到後市來講 我的看法是偏審室 但這份業績 就應該未必會成為一個 沽售的最主要藉口 明白 所以我正在提供 就應該未必會成功 我先未必會成功 我正在意 我首先想說 正在有一個 全